请收看《卫心世界》 《卫心论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这个案例在我的案例当中也很多 但是我相信我的案例有一个感触 利用一点小小时间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在命卦里面如果子孙养那一年比较旺 如果要做像刚才那个案例55岁了 那这个要生产比较困难 那实际上在我的很多的案例当中 我觉得如果可以去做这个医学的 那那一年去做大部分都不会空炮弹 这个是我刚才听到原管法师举这个例子的 也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原权法师 来跟各位来做论文发表 大家鼓掌 亲爱的师父 主持人原启法师 还有各位法师阿弥陀佛 今天高兴能够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研究探讨我们的风水的部分 我从民国77年就开始做设计到现在 已经将近30年 那这30年当中 跟师父学到很多的 有关于风水的部分 也应用到我个人的一个工作的上面 我坐下来 今天我要探讨我设计的一个 两间的一个工厂 我们都知道一个住家里面影响到一家人而已 那工厂的话设计不如法的话 会影响到好几百户的人口 所以在这两个上面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下面是不是很成功的案例 那等一下我来探讨我们再来 因为下面这一间的 下面这个房子是一个科技厂 但是他找另外一个地理师 我跟他设计他没有听进去 可能那个福分不具足 所以到现在在经营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上过报纸 因为他财务也出了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讲 风水会影响到我们居住环境 还有人失误的关系 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的心理上 生理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除了居住的环境 我们也要工作赚钱 所以一家的工厂 他找那么多的员工来做 帮他工作 结果因为风水的不对 产生的在经济上 他在员工互相的协调 以及工厂的影响上 出了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那我在设计当中 我习惯把 我们在意见里面讲到阴阳 我们知道阳跟阴 所以在空间里面 我把它分了两个大类 一个是动的空间 一个是静的空间 跟我们意见里面讲的是 非常非常的契合 所以我们在住家里面也是一样 阳的把它放在这个龙边 阴的把它放在湖边 所以你要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 你可以把动的空间 跟静的空间把它分开 那比如说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会把比如说 我们一个住家里面 什么叫动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炒菜 炒菜的部分 还有客厅 客厅里面也有音响 也有钢琴 也有这个电视机 这个是比较属于静的空间 动的空间 那静的空间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卧室里面 比较属于静的空间 或者说我们在书房里面 也是属于比较静的空间 或者是我们的儲藏空间 这个可以把它归类 所以我们在 我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分出来 那我们在工厂里面也是一样 那工厂里面有办公大楼 有厂房 有所谓是 有宿舍 停车场 发电器 锅炉 以及仓库 以及厂房之类的 所以你从这个里面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 静的空间跟洞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在 洞的空间 我们把它放在笼边 静的空间放在笼边 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大楼 是属于办公的部分 所以办公的部分 我们就要把它放在笼边 做起来 就会比较顺一点 那厂房的部分 洞的机器的部分 就把它放在笼边 那有关于这个锅炉之类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笼 这个洞的 我把它放在笼边 所以你这样的配置的话 将来做起来 就会比较顺一点 再来 在我们工厂里面 我们要注意到生产的流程 研发 检验 瓶管 包装 装塞 这个部分 是一个cycle 是一个循环 所以我在做工厂设计的时候 都会把它 这个空间 我会把它归列 然后把它设计 应用到我们的风水里面 我想 它在生产的时候 生产的流程一定会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工厂机器是动态的东西 所以机器 实际上跟我们讲 你要把它放在笼边才对 动着是有水 机器时常在动 会产生空气的对流 是属于水 那工厂的正中央浮边 是一个心脏的地方 尽量不要把它摆在机器 电梯 升降机 动的马达之类的 不要放在中间跟湖边 我想这个 在这个 我们在工厂里面的设置 好 那接下来我 我先把 我比较 第一个比较成功案例的 是一个做剪刀的工厂 这家专门在做剪刀 他的 他的那个 产品销售全世界 一刚开始我接到 这个安利 这个工厂 我去跟他接下 他本身的 旧的工厂 并不是很如法 但是 他是我 高工的一个 也可以讲 是一个同学 他练了不同的科系 他是练基土科的 我是练建筑科的 他原来的工厂 也是在工业区里面 因为他 基地蛮大的 他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用到那么多 前面所以租给 一个 租给人家 也是做工厂 好 这是在工业区里面 他旧的工厂 在三十二路 我们再看他的平面图 前面他出租的工厂 前面这个是出租的工厂 他是坐在这个后面 比较不是那么顺 我说你这样子经营起来 会比较辛苦 刚开始去跟他接洽的时候 因为他 他是坐在这个位置 在后面 所以他的大门 并不是很如法 不过他 也是满很 很这个 很努力的在经营 但是因为他的因缘 他找到一块 差不多九百坪的土地 在经营科学园区 他也很幸运的找到一块 这个经营科学园区的土地 差不多九百坪左右 这个 这边是第一期的 好像一个 这个虾穴 虾 这个红色的是那个 液态科技的 刚好是在虾穴的位置 在红色 我要把它点出来 刚好是在虾穴的正中心 这个 它是在这个位置 低点也算不错 那属于二期的 经营科学园区二期 我们再看他的基地 红色的部分 是他的基地部分 那这个 前面刚好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虚红池 前面看出去 明堂非常非常地好 非常非常地好 前面 这道路是25米的道路 都 那工会区的道路都非常非常地大 好 那我们再看他的 厂房的位置图 这个是有点像一只虾 这个头比较大一点 红色的部分是 那个液态科技的位置 它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在一个头 好像一个 这个 前面的头的位置 所以我看他的选的地点 刚好他凑到这一块基地 差不多900地平左右 非常好 前面这个绿色的部分 是一个那个 这个虚红池 前面是刚好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 是免费的一个水池 所以整个先天的条件是非常好 所以他后面有靠山 前面有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的条件 好 这是前面的虚红池的位置 刚好我从那个基地往前造的一个基地 前面可以看到台中市的整个一个街景 好 这个3D透视图是我 我反而用 请这个3D的公司 反而画出来的一个3D的一个厂房的一个设计图 因为我师傅跟他们讲 一个风水里面的颜色很重要 不要把它设计的黑黑 五脉黑 所以我用黑色跟 用白色的这个虚红池 跟少部分用黑色的做一个点缀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再看一下 实际的 他盖出来跟我设计图差异没有很大 那等下会看到第二洞的这个第二个案例 那就差异就很大了 也就是他选的颜色 业主选的颜色跟我 擋出设计的颜色差异很大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 好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厂房的 用白色的米石子 我们都知道白色米石子会比较容易长 但是我做了很多的一个配套的方式 不要让它水从上面流下来 它的窗台里面做了很多的 这个有关于排水的部分 它花了十几万就可以把整个窗台的排水 将来下雨的话就不会把这个米石子的部分弄髒了 好 这是地下 地下是平面图 它把这个 我把它上面这个部分 凸出来的部分 在虎边的部分是一个办公室 中间这个部分是一个厂房 侧道也是从隆边下面下去 那下面地下室是停三四十辆的停车 好 这是一楼的平面图 那红色的部分是一个办公室 这边是一个厂房 厂房是从这边下去 它厂房的是从这边中间进去 那这个办公室是从这边过来 所以办公室它面向出去 都是很大的一个名堂 看出去很宽广 那前面也是一样 是一个看到一个虚空子 所以它本身的基地的条件 是非常非常好 那前面 刚好办公室的前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 跟看出去的一个名堂 那它这个老板坐的位置 在这边最里面的这个位置 后面也有厂房 另外一栋厂房 作为它的靠山 好 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过 办公室是一个静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把它摆在这个湖边的地方 将来在坐的时候 这个老板坐在这边 面向这个大门出去 那洞的空间都是在龙边 不会在湖边去的 那指引也是一样 大家都面向同样的方向出去的 好 这是二楼到五楼的一个厂房 二楼到五楼 所以它目前员工人数 差不多一百多人 做的剪刀有可以剪布的 也有可以剪那个电缆电线的 也有可以剪这个防弹衣的 所以它一个一支 这个剪刀可以卖到六七万块钱 一支剪刀 所以它有它的技术 所以它现在工厂经营的 非常非常顺利 定当明言不绝 所以这个是比较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立面的 立面图 我只有用两种材料 一个是用米狮子跟食材而已 所以可以很 食材的话可以 比较能够不要耐久 好 这是它的立面图 背立面图 好 那第二家 我稍微把它 第二个字我就把它贴掉了 因为不要把它工厂讲出来 这是比较 不是很成功的案例 这一家的工厂 它也是一个科技工厂 它员工数也有蛮多的 那本来 从丰原搬过来到这边 它这个土地 比刚刚那个多一倍 2000多坪 也是蛮大的一个工厂 花了差不多两亿的资金在里面 那因为它请 南部的一个地理师 帮它做规划 那因为一刚开始 我跟它设计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听进去 所以我只能迁就它的一个规划的方式下去做 好 这是它的一个平面图 这里 这是厂房 这边是 是办公大楼 它盖四层楼 一楼都一两百坪 那个厂房 差不多一千坪左右 蛮大的一个 做科技的一个工厂 因为 我们设计的不当 我们说 它这个龙边 龙边作为它的那个办公大楼 那厂房是在龙边是没有错 但是因为办公大楼的位置弄的不对 本来我是把它设计在这个 这个浮边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弄成 不要弄成L型的 它都分成两栋 好 我们来看它的平面图 这是它的平面图 这个办公大楼是在这个地方 厂房是在这个地方 它前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 它是一个角地 蛮大的一个角地 大楼从这边进去 那电梯我是有把它设计在这个龙边的部分 这个二楼有调控 那 总经理跟 这个 总经理跟 这个董事长是坐在三楼 三楼的部分 所以你 我们把这个办公室 弄在龙边的话 你再怎么做 都是浮边洞 那个董事长在这边 坐在这里也是浮边洞 总经理坐在这边 对面出去也是浮边洞 所以 做得很辛苦 这财务都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本来 它的大门也是设计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本来改到这个地方 它前面又挖了一个大门出来不到两公尺 前面挖了很大的一个圆形的水质 等一下我再有一个照片给各位看一下 一刚开始我跟它设计的是比较亮的一个造型 但是它最后盖出来它选的颜色又比较深 这是又黑色的 那这个整个都是用暗的一个材质 那前面各位看一下 它前面做一个水池 我不知道它那个地理石 为什么要把前面挖了很大的一个水池 在这个前面 不到两公尺 接地出来不到两公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接地出来不到两公尺 它是做直善无向的 前面有水是OK的 问题是说它弄的不对 位置弄的不对 所以应该用到往前才对 好 这是它用的颜色是有点暗的 跟我当初设计的颜色差异很大 好 那就是去年 原来它财务出了问题 我看到它把这个前面的水质把它填掉了 它也要把门重新改了 叫我去把它办变更设计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比较 然后前面现在已经把它填掉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学好一点 像现在已经目前已经没有了 原来的大门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在我们在风水里面 给我们很多的正道 它这个工厂是还好是用白色 但是它的办公室的部分 用的颜色用的不是很好 这是我厂門的外大门 这是办公室前面的一个新大门 对面 对面的现在新的大门开在这里 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 这是它一楼玄关的部分 大门的部分 这是办公室 这是大门往外看的一个状况 这是它的配置图 谢谢 今天我先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谢谢